真命卡通动画系列 七千多个 其中只有一千多个岛 有居民居住 喜爱探险的年轻人 马拉斯 经常会跟随当地渔民的船 到那些无人居住的小岛上 去探险 马拉斯 你真的要去那个无名小岛吗 是的 我想去看一看 可是那个小岛没有人居住 很危险的 没关系的 要是有人居住 那我去可就算不上探险了 这一次 马拉斯依旧乘坐渔民的渔船 去一个无名的小岛探险 马拉斯 你坐好了 我要收网了 哦 好的 哇塞 好重啊 看来 这一网的收获可不少了 来 我来帮你 哎呀 原来有这么一只好大的海龟啊 难怪会这么重 是啊 这只海龟应该有一百多岁了吧 个头也真是太大了 太棒了 这么大的一只海龟可是值不少钱呢 啊 这样的海龟很值钱吗 当然了 很多工艺品店收购这么大的海龟来做成标本 卖给外国游客的 海龟越大 价钱越高 啊 做成标本 那只大海龟 那只大海龟 似乎也知道了自己的命运 他睁着眼睛 用哀求的目光 直直地看着马拉斯 那双大眼睛充满了泪水 看起来可怜楚楚 马拉斯看着大海龟哀求的眼神 心生怜悯 于是决定自己掏钱 将这只大海龟买下来 大哥 这只海龟你能卖给我吗 啊 你要这只海龟 你要它做什么 我看它实在太可怜了 我想买下它来将它放掉 什么 我没有听错吧 你要买下它放掉 是啊 我实在不忍心 它被杀死做成标本 你看 它好像很有灵性的 自从被捕捞上来后 就一直在流泪哭泣 实在太可怜了 好吧 这只海龟我就便宜卖给你了 大海龟 没事了 别害怕了 马拉斯买下大海龟后 便将其放生到了大海里 海龟入海后并没有游走 它一直跟着渔船 在渔船周围游溢着 你自由了海龟 那赶快回家吧 大哥 谢谢你了 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接我吧 马拉斯 你不会真的打算自己一个人留在这个岛上过夜吧 当然了 哎呀 大哥放心吧 没有事的 独自在荒岛过夜 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嗯 好吧 你一定要小心哪 明天这个时间 我来接你 好的 大哥 谢谢您 这个小岛 不足两平方公里 马拉斯 马拉斯在岛上勘察了一下 发现竟有三四处残垫断壁 还有一口坍塌的水井 这是一个被人废弃的荒岛 原来这个荒岛过去有人住过啊 让马拉斯没想到的是 一只大鹰鸟正在远处的树顶 牢牢地盯着它 正在等待着时机准备发起进攻 当马拉斯走到一片空旷的地方时 那只鹰鸟猛地飞了起来 然后飞快地朝马拉斯扑了过去 什么声音 天啊 好大一只鹰鸟 很快 这只鹰鸟便追上了马拉斯 只能赌一把了 鹰鸟不停地用它的尖爪 抓着马拉斯的手 试图让它松开 完了 难道今天我会死在这只鹰鸟的手里吗 马拉斯渐渐地有些不知 就在这紧急关头 一只大海龟以很快的速度赶来 海龟 怎么会有一只海龟出现在这里 折腾了大约半小时 那鹰鸟终于累了 于是便停下来喘气 这时海龟突然伸出头来 紧紧地咬住了鹰鸟的一只腿 无论鹰鸟怎样挣扎反抗 就是不松口 鹰鸟的腿被咬下一大块皮 气急败坏地飞走后 海龟便缓缓地移开身子 让马拉斯从沙坑里爬了出来 哦 大海龟是你啊 你怎么也来到这里了 大海龟 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我 天渐渐黑了下来 马拉斯找来一些草和树枝准备生火 让我们来生火啊 这样既能取暖 又能防止那只鹰鸟再来袭击 真糟糕 昨天刚下过雨 这里的草都潮湿着呢 根本点不着啊 哎 大海龟 你说怎么办啊 哎 他这是跑到哪里去了 过了一会儿 大海龟闲着一把干草爬了回来 大海龟 你真厉害啊 谢谢你 当天晚上 马拉斯睡得很安稳 因为大海龟就像一个警卫似的 趴在他的身旁 还不时睁开眼睛巡视四周 第二天 当渔民的船来接马拉斯时 大海龟默默地游进了大海 大海龟 再见 哎 这只海龟 不是昨天我们捕到的那只吗 啊 对 就是它 如果没有它 我可能就死在这座岛上了 是它救了我的命 真是一只知道感恩的海龟啊 马拉斯 是你的善良救了你自己啊 拯救猫咪的狗狗 金妮是一只雪纳瑞与西伯利亚哈士奇生出来的混种狗 它的救援故事已被写成书 听完它的感人故事 一定能点亮你一天的生活 1990年 房东在一栋废弃公寓里发现了明显受虐被弃养的金妮 他和他的三只小小毛小孩被关在没有食物和水的衣柜里长达好几天 诶 这家房客已经搬走好多天了 怎么屋子里还有狗叫声 难道是房客将小狗锁在了这里面 哎呀 可怜的家伙 他们竟然在没有食物和水的衣柜里关了这么多天 房东让收容所的人带走了金妮和她的小孩 收容所的兽医一开始认为金妮救不活了 但幸运的是在收容所里 金妮很快便表现出复原的迹象 这只狗狗实在是太可怜了 你看 它这一身伤 应该受到很多的虐待 是啊 它的主人实在可恶 就算要弃养它 也不必将它锁在柜子里啊 医生 这只狗狗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了呢 它的生命力可真强 它刚来的时候 我还说它活不了了呢 现在看来 它在休养一段时间 绝对能恢复到原来的健康状态 没过多久 一个月后 你看 金妮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 是啊 希望它能在这里找到一位有爱心的新主人 比利普先生 您看这条狗怎么样啊 它叫金妮 是一条很懂事的狗狗呢 你看 它好像很喜欢你啊 真可爱 这真是一条特别的狗狗 我决定要收养它了 似乎是因金妮自己曾被虐待过 因此希望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动物 并将协助其他人没有感到痛苦 受怕或孤独为己任 它第一次的救援行动 是在和菲利普散步时发生的 金妮 我们去公园那里吧 金妮 你要去哪里 金妮 你这是在做什么 金妮认真的抓着管道 怎么回事 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啊 这五个小家伙是怎么跑到这里面的 金妮 多亏了你及时发现 否则它们可就要饿死在这里面了 金妮看着这五只小猫 流露出慈爱的目光 而这些小猫们看到金妮 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害怕 而是非常亲切地朝它喵喵叫着 好像它们早就认识彼此似的 从那以后 金妮便开始了搜寻流浪猫的过程 它走遍装满垃圾的垃圾桶 装满玻璃的容器 以及报废汽车厂 一只只生病受伤的猫咪被它救了回来 好心的菲利普则会将金妮带回来的那一只只受伤生病的小猫进行医治 等到它们康复后便进行放生 好了 只是轻微的创伤现在已经没事了 金妮 你又发现了一只小猫 天哪 这只可怜的小家伙 它的这只眼睛好像已经失明了 它这样子很难在户外存活下去啊 金妮 你是想让我领养这只毒眼小猫吗 好吧 那我们就收留下这只可怜的小猫咪吧 金妮在外面的搜寻时间越来越长 有时候她会花一整天的时间 闻遍住家附近的巷弄 废弃建筑物和工地 她现在出去得越来越早了 她已经把搜寻猫咪当成了自己的工作了 菲利普 你们家的金妮怎么又早早跑出去了 她每天外出 是要去哪里啊 她要出去拯救小猫咪 拯救猫咪 你是说金妮她能拯救猫咪 是的 从我看到金妮第一眼 就感觉到她很特别 她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去帮助那些受难的小猫咪 这些日子她已经救了上百只流浪猫了 天啊 金妮她可真了不起 金妮 看来今天你又救了不少猫咪啊 看你 毒泪坏了 你也好好休息一下的 或许是因为金妮经历过自己和刚出生的小宝宝 一起受困的创伤 所以这才让她花一生的时间去拯救受困的猫咪 1998年 她的这种有爱的行为 被威斯特·车斯特猫咪俱乐部评为当年的年度猫咪 以此向她这种英雄气概致敬 2005年 年迈的金妮在她17岁的时候就此长眠 这只惊人的狗狗在她一生中已经设法拯救了超过900只生病受伤的猫咪 在她的墓碑上写着金妮生于1988年4月1日 足语2005年8月25日 一只拯救猫咪的狗 金妮过了充实的一生 谢谢她无私的付出 希望她的生命